这是我的麦麦,终于到了,is me 这就是我点的麦麦 这个人,他骑车子,me me me korea food korea food is me 这就是我麦麦,等一下啊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在那个 麦麦上点了一个 韩式的那个餐 还有三四十分钟才能到 然后我来这 买还两个小包子 我觉得应该不好吃 所以买两个包子吃 本来想买两个饼的 没了 只能买这个了 所以 买两个这个吃吧 Thank you 他现在刚给我装起来 装起来,然后 一会买这个拿回去吃,一会在阳台上 我觉得这样会好吃很多 他说我衣服太长了,没关系 Ok,Thank you Hey, moment 我现在已经买完了 准备往回再买一瓶水 买瓶饮料 今天的 任务就完成了 就耐心等待我的外卖 看他几点送过来 昨天晚上其实我订了 两次 两次都被取消了 你说你不接受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就在耐心等 等了半个小时突然显示说 我的订单被取消 你走干嘛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 不想动啊 今天我们试一下 看能不能 点到我想吃那个 然后今天还有个事就是 我刚买了这些吃的 没有想到我门口一堆小吃 什么卖那个饮料的 卖柠檬水的 还有卖那个小脆球的 可惜我现在已经有这些了 不能再买了 看 就我们门口有卖吃了 可是我已经有了 那只能明天吧 明天再买 现在呢 我已经到了我经常 来买水的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已经到了我经常来买水这个地方了 然后买两瓶水 拿上去 一边就这个吃 一边我还一会就我那个小辣椒 一块 这样走妹妹 看老板在不在 哦在呢 哈喽 老板在呢 哈哈哈哈哈哈 拿点买瓶水 哈哈 咋 哦 呃 给我一碗水 加冰了水 然后 呀 and stead it up and water and water 哈哈哈 我现在让他给我拿了两瓶 一个作业水 一个这个 这个喝的 准备一会吃 吃东西就这个 绝对明白 因为我这个人吃饭的 如果说 没有这个东西我吃不下去 太噎的慌 跟老板说要个袋子吧 这个我一下拿不走 OKOK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哈哈哈 谢谢 哈哈哈 thank you bye 哈哈哈 他肯定又想让我唱歌 但是我今天嗓子还是不舒服 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bye 拜拜 拜拜 所以 吃都买完了 喝的我也买完了 我们准备回去 耐心等待 外卖到来 但是跟你们说不像是又看到他了 又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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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哎 我们要一听 拜 拜 每次出来之前 都能碰到这个老熟人 你说是我幸运呢 还是我的不幸呢 我从下午三点点的吃的 到现在还没有到的 现在已经是四点多了 是刚才我看一下显示时间 还有15分钟到20分钟 我快饿死了 我早知道刚才我就不要下去去 提前买那么早的东西 害得我现在躲半天 我现在你看 我在一楼这静静等待着 没到 哈哈哈哈 这大叔一直在笑 没到我都快饿死了 他来了啊 我就直接饿死了 而且还一千块钱打卡 难受死了 真难过死了 难过死了 难过了一天 这个大爷问我说 问我是穆斯林吗 问我是不是 佛教 穆斯林 或伊斯兰 我什么都不是 我不信就好 我只吃 只要有吃的就行了 吃的能替我解决一切 哈哈 哈哈 哦 大爷要给我点吃了 Thank you thank you only one 哈哈哈 我没懂什么 谢谢谢谢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搞得不好意思了啊 又免费蹭人家一个吃的东西 花香豆 你们那那边这个叫什么 这边等外卖 还能蹭人家老大爷一个吃的 搞得不好意思 哦 我的外卖要到了 我的外卖要到了 他快打电话没接上 没有他人呢 现在是5点27 距离我3点点的万曼 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穿粉红色衣服 我送外卖的那个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 因为刚才他把车子停那了 我刚才打电话了 但是我的电话没有响 应该不是我的 啊 白让白让我高兴半天 我very very sad very very sad 哦我看到是他是他 我这显示两分钟到了 大家看一下这外卖有多慢吧 这个人 这个就是我的慢慢 终于到了 is me 这就是我点的慢慢 这个人他骑车子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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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food korea food is me 这就是我慢慢 等一下啊 这就是我辛辛苦苦点慢慢 大哥骑自行车过来的 两个钟车过去了 所以在孟加达这些地方 还是尽量少点慢慢吧 等你的外卖到了 这已经化了 thank you 让他看一下 刚才真的是 完整的骑车就过来的 我刚才已经做的最坏打算了 我觉得有可能 他会走着过来walking 没有想到 他还有车子 那我就先 准备去吃吧 is ok 嗯 我花了900多块钱 然后他找我 我说别找了 我就要了他40 本来找我50多块钱 还没有零呢了 就要了我40多块钱 走了 准备吃东西 这就是我点的外卖 含着泪也要吃下去啊 就这速度 在孟加拉真的是 点外卖要须谨慎呢 你要想立马能吃上 还得要去实体店去吃 要是点外卖的话 饿死 你都饿死 你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吃完 走了 看到吗 前边就是他的小车子 然后你看一下啊 孟加拉这边的 韩式美餐有多不靠谱 我在手机上我订的是 一个 让你们看一下 我在这个上面订的是 一个韩国的炒面 就是Noodles and 我还订了一个 韩国的鸡肉炒饭 鸡肉汤 没有想到到了之后 两份这个 两份米饭 这个是我自己辣椒啊 两个韩式米饭 然后这儿还有个米饭 这儿还有个米饭 这边还有个米饭 就是没有我的面 你说这个错误我谁承担啊 而且刚才 我这个汤 已经全部都撒了 根本没办法吃 我very 生气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他到了之后 已经迟到了三个小时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 他我给了一千块钱 他找我 五十五 我说你找我四十行了 因为他身上没太多零钱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看一下 这个汤怎么喝 这还怎么喝 这怎么喝 干了我一千块钱 想吃东西没吃着 那我们就先将就吃吧 反正还剩一份米饭 那份米饭就晚上 再吃 散了 其实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这一千块钱花的 嗯 想吃的一个没吃上 不想吃的都他妈吃上了 幸好今天没给我发牛肉 然后让你看一下 我在孟加拉这我自己买这些吃的 一定好吃 这个就是 这个才干了我 花了我孟加拉那个钱才三十块钱 就是 二十块钱 一个是天大卡 一个是天大卡 然后 这次 Ten hundred的 你就说贵不贵 想吃的烤肉鸭腹的 韩食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只能 将就吧 所以我相信以后啊 我想饿了 我就自己去楼下吃 再不点外卖了 一次再不点 你看看还有个汤 真的惨不忍睹这个战况 你说我怎么吃 哎 一份只有五十多块钱 五十多块钱 你说这个怎么吃 这个确实是鸡肉大 老婆回头 听我的听我的 以后出国来母娘玩 大玩 真不要再底脸玩了 保护自己 保护饼 吃完了 现在就剩下这个汤了 五百多块钱的汤也不能浪费啊 谁要是在孟加拉做吃播 尤其是点外卖这种吃播 你绝对会吃贵的 你点了保准我会后悔 保准会难受 吃饱了 剩下一些吃的 晚上再吃吧 今天的 达卡孟加拉外卖失败 完全失败 雪和泪的教师呢 所以我们吃东西啊 还是要去 在孟加拉海外国家 多去一些实体家 又便宜 又能看到你到底要想吃吗 想吃什么 还不用等待的那么煎熬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酒店的阳台 极其舒服 极其凉快 极其惬意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订阅 我的人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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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